大家好,我是秦时月 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非常简单的小花花样编织 好,下面我们开始 我们锁边起针 勾出六个锁针 找到第一个辫子,引拔围圈 继续在这个环里面勾出一个短针 勾五个辫子 还是在环里面勾一个短针 这就形成了一个小花瓣 我们要重复三次 五辫子一个短针 下面来开始勾第二朵 我们继续往下勾出五个辫子 捏住第五个 然后往上再立六个锁针 在捏住的这一针里 勾一个引拔针 这又形成了一个环 然后我们在这个环里呢 继续勾出一个短针 五辫子一短针 还是勾小花瓣 要勾出三个 勾完三个之后呢 我们继续往下勾 大家想勾多长呢 就是勾几个花就可以了 先勾出五个辫子 捏住第五个 然后往上立六个 在捏住的这一针里 勾一个引拔针 勾一短针 大家按照着勾法呢 一直勾到自己需要的长度就可以了 我们勾到需要的长度之后呢 开始往回 编织完整的花朵 一个小花朵呢 一共是六磅 我们还要勾出三个 还是勾五个辫子 一个短针 重复三次 好 一共是六个小花瓣 完成之后呢 我们找到这里勾了一个引拔针的地方 这里勾引拔针的地方呢 我们继续勾一个引拔针 这就完成了一朵完整的小花 勾完之后四个锁针 找到下一朵 大家一定要把它捋平 下一朵这里勾了一个短针 直接在短针上 勾引拔针 勾完引拔针之后呢 继续勾五个辫子 开始勾这朵小花 完成之后呢 勾引拔针 找到第五针 勾引拔针的地方 大家这样实际拉扯一下 就能看到 勾完之后四个锁针 继续 短针的地方 又过渡到这里的小花里 又开始编织三个小花瓣 大家自己完成后面的 我们勾到最后呢 大家看一下 勾完三个 直接在第一个短针上面 勾一个引拔针 结束就可以了 把线剪掉 然后这个一线连小花朵呢 就完成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